電價調整七月就要開始實施 那麼針對用電大戶 有可能會調漲電費 那麼自己家裡 到底算不算是用電大戶 其實可以來自我檢視一下 先來看一下 這個臺電公墓的漲價表 那麼跟大家比較有關的 其實就是這個表燈 非營業用 如果你的度數是超過兩千度 不過是以一起兩個月來計算 那麼夏季電費 如果超過了七千九百零四元 非夏季電費超過了六千五百九十二元的話 電費就會漲左趴 因此還是不要太浪費電 那麼如果呢 反之你的度數是兩千度以下 而且電費都沒有超過 那就不在調漲的範圍裡面 那麼當然也不是所有人 都在調漲範圍裡面 像是剛剛提到的 這個住家每個月一千度以下 有些小商店 包含這個早餐店 理髮店 還有雜貨店超商等等 那麼另外呢 包含農漁 食品 百貨 餐飲 電影院 健身房等六類的高壓用戶 還有高中以下這些學校 也都不在調漲範圍裡面 那麼我們到底有沒有可能 會成為用電大戶呢 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月的賬單 當中呢 這個用電資訊欄裡面 有個計費度數 如果你的數字 都有超過這個表單的話 那麼你有可能就是下個月 要調漲電費的用電大戶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是